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有我昆頓 還有我身邊的Maggie 芙貝加 Hello 又要繼續長篇大令講 因為也想跟你談十多年十多年的音樂路 你爆了我的年齡 所以我不能拿出來 其實你也懂得說 你的粉絲從小到大 我小時候出道 你真的很小 你還未夠二十出道 十七 那時候你還很小 老順還未生 那時候出道 一直到現在走十幾年 芙貝加你覺得自己的音樂路 順不順你 不順的 真的上升和下 真的上升和下 不過 其實後來我又覺得 怎樣為止順 是一路去 一路去 一路出唇 慢慢慢慢爬到一個 可能最窒封原來的那個時候 是否我自己真的想要的呢 我又覺得不是 那你想要做什麼 我想要的就是 真的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賺到錢就是優惠 當然不要真的完全賺不到錢 都要吃的 但是我想 因為我真的是一個 比較藝術家脾氣的人 是一件不好的事 比較死牛一面頸 固執 堅持而已 你可以說是 美化它就是堅持 但是其實說白一點就是 死牛一面頸 但是你也要有這些固執 這些堅持 才可以對你自己的作品 或者你傳給別人看的東西 才可以有個人的 是的 那就是很矛盾 因為就是這樣 才可以有自己比較獨特 比較有個性的一面 但是這樣又會 令自己走得比較慢一點 因為當時有很多堅持 是自己設定了給自己 這些堅持就令自己 越走越慢 論語有沒有要說 以前經常會出現的一件事 就是當你創作完一件事 你去Present給公司的時候 公司就會說 不如你這樣調整一下 因為有他們的商業考量 我就是很生氣 是否都是喜歡POP一些 公司想要POP一些 當然會 入而入口一些 是的 譬如我以前寫一次比較多 我會想一些很古怪的東西 比較有特色的東西 他們就會BAN 就說不如你改這個名字 我便會覺得你改了這個名字 就不是那件事 所以我就會硬頸 會跟別人爭取 變相就會令到公司的人 會覺得你真的很難搞 所以其實以前我覺得 都幾無遺的一些 就是令到別人覺得 其實是想幫你做事 或者一起做事 到最後就變成自己的一些 放不下堅持 而令到大家誤會了 你是一個很惡搞的人 嗯 都是一些誤會 但其實大家都只是想做好一件事 但角度不同 其實以前看《富佩家》的歌 我會覺得你是走得很前 在香港的樂壇裏面 例如你會見到幹掉你的胃 看到一夜成名 鬼嫌這類的 帶一些變態 有些血腥 但其實也是一個很時代女性的 一件事 跟普羅外面的女歌手很不同 古靈尖怪 對 其實你是可以有一條 偏封的路 讓自己走出來 但公司是否在這方面 不想你做這麼多 我想 時間不適合 當我做了這件事 其實是比較少人去做的 當時所謂的唱作歌手 我想好像只有阿詩 就是那個 因為我嚴格來說 是跟阿詩 和一屆正式出疊 因為我記得我拿刺冊的時候 他是拿金 是嗎 好像他是拿金 但你拿刺冊的時候 是否正式你合約有問題 那一段時間 人們覺得我很奇怪 很領類 一出來 提醒你 就是 富佩家是一個領類歌手 領類音樂 那時候我挺介意這件事 因為覺得 好像每個人都不太懂得欣賞這件事 因為你說創作要是天馬行空 不是要自由 但是為何去到真的做的時候 大家反而不太感受這件事 到最後 最後都很打正其道少女革命 是呀 那就繼續編下去了 後來去到真的創作歌手 開始活躍的時候 再加上 比較多這些類型的題材 或者大家可能比較開放一點 對這個題材上面 所以我就變得好像又不是特別 因為當我每個人都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不是唯一一個 不是唯一一個一集 就變了其實我的時間不適合了 當不起動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又是走到最前 當起動的時候 我又是每個人都在做的時候 我已經沒有特別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時間不適合 可能在你最活躍的時候 時間不適合 但在你初出的時候 其實絕一出大家全唱導演很高 然後你寫這個《聲樂深願》是獲獎 因為這份詞是獲金像獎 電影歌曲 其實那時候 《聲樂深願》的《高雪咸》 名字其實已經很響 但為何好像在第一間唱片公司環球 為何這麼快就沒有合作呢 其實他還幫你出了 雖然那張EP連合緝一起出 然後可能也有安排過 你幫龔石良合唱 《聲樂深願》也有 那為何這麼快就沒有合作關係呢 其實還有一支EP 是嗎 那支EP後來其實全都做好了 那時候我覺得那支EP挺厲害的 因為那支EP是五首歌 全部都是《陳婚仁》和《王維文》 他做了哪一支 他做了其他歌手 散落到其他人 你錄好了嗎 那時候錄好了 但因為合緣問題就沒有了 沒有了 我沒有怎樣說這件事 不過看什麼歌我之後再告訴大家 好 但是我覺不覺得可惜 我覺得不明白 因為那時候 我想我的年紀 我的人生經歷 沒有辦法去理解 為何有這個變化 還有我唯一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有很多事情 不是你努力 或者你想堅持 就可以繼續完成 而是有很多制度上的問題 但是是對的 因為當你還是 新人還是Nobody的時候 你是一定要追蹤那個制度的 因為你到今天給我再選 我都覺得如果可以重來的話 我會很乖地去追蹤所有制度 因為當你有了這件事 你有了一個startup的時候 你才有後面 你可以隨意去發揮的時候 所以當你前面還沒有鞏固好 或者你做一個成績出來的時候 其實後面 你都不會有後面的 所以我覺得當時 我是不明白 為何我會因為某一些原因 而去stop那份合約 但是某程度上 轉了一個環境的時候 突然間我就有一個 唱著別人的歌 不知道自己做甚麼的一個歌手 就變成一個唱作歌手 有好有不好 但是轉了做唱作歌手 為何那一刻突然跳到台灣 其實也有一段時間 因為你環球之後 那張照片已經是台語碟 因為那時算是偶像歌手比較多 但我又不是偶像歌手 即是你覺得香港沒有位置 應該說一個聰明的計劃就是 與其和人爭 不如去一個沒有人爭的地方 即是國語說得很好 也算是無語 所以去到那邊 其實當時樂壇的情況 是你去到那邊 基本上你有一些好的歌 都可以得到一些聲音 那台灣的接觸度一向都高一點 是的 又莫名其妙做了唱作歌手 做完宣傳之後 又被叫回香港 就叫做有一個Talking Point 但是兩隻碟之後 香港的唱片公司交和 都收拾了 呃 是啊 我現在是縮問題的 即是合約 公司要是就改組 然後 就是 每次都是這些問題 我們怎麼做到的 都要保留 我們怎麼做的 都要保留 我們怎麼做到的 都要保留 我們來覺得 就是